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悬赏金为何也会惹来麻烦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悬赏金有点悬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各位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人叫刘永平 他是一个职业爆料人 所谓职业爆料人 就是专门给媒体提供各种各样的新闻线索 并且获得一定的酬金 最近老刘有点心烦 因为他卷入了一场官司 而这场官司也和他的亲人爆料有关 来看一下今天的介绍调查 刘永平今年54岁 四川成都人 刘永平说 他干爆料这个行道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刘永平告诉我们通过给媒体爆料 一个月下来 他也能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刘永平说 干爆料这个行道既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又能挣点钱养家糊口 这样的生活他感到很满足 2008年8月初 刘永平在寻找新闻线索的过程中了解到 在成都市青阳区 有一个叫冯仁泉的人 他家年仅五岁半的孩子失踪了 正在悬赏五万元寻找线索 于是刘永平联系上了冯仁泉 刘永平说 当时冯仁泉还给了他一张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上面 不仅有失踪孩子的一些相关信息 而且还著名了 如有知情者 请告知其家人 并仲谢人民币五万元 刘永平觉得 自己的工作不就是找线索吗 要是真能帮人找回孩子 不仅是做了一件好事 而且还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悬赏金 这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在接下去的日子里 刘永平特别留意 有关孩子失踪方面的消息 果然不出半个月 刘永平还真找到了一条 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原来在成都双流县 有一个四岁叫隆隆的孩子 在失踪八天后突然回来了 而当家人问他这八天的经历时 隆隆说 他是被一个老头骗走的 而在这八天当中 他整天嚷着要打110报警 可能是老头害怕了 于是就把他给送了回来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刘永平第一时间 将这个消息爆料给了当地的媒体 随后 当地的报纸就报道了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 刘永平还将隆隆这个线索 告诉给了冯仁泉 看能否从隆隆那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2008年8月25日 在他的牵线下 冯仁泉以及其他一些被拐孩子的家长 跟隆隆见了面 而就在隆隆这件事情 被报道出来之后 正在寻找儿童被拐案 破案线索的当地警方 也主动找到隆隆 了解情况 回来以后 而且这个小孩 他说的话 是一个老爷 有点凭车 把他打走的 我们就联想到了 这个男子很可能 可能是同一个团案和所有 让办案人员感到欣喜的是 隆隆说 他仍然记得人贩子曾经带他住过的地方 于是2008年9月1日 隆隆带着办案民警 来到了8天前他曾经住过的地方 根据隆隆提供的线索 随后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名叫清光旭 今年50岁 四川省内乡市人 据清光旭交代 在近几年 他在成都总共拐走了11个孩子 其中就包括冯仁泉的孩子 而且他已经将这11个孩子都拐卖到了福建 根据清光旭交代的情况 随即警方赶赴福建 查找这11个孩子的下落 在福建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到2008年年底 警方成功解救了被清光旭拐卖的这11名孩子 冯仁泉的孩子在被拐卖一年半之后 也终于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看到冯仁泉一家人能够重新团聚 刘永平的心里感到很欣慰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过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有点出乎刘永平的意料 刘永平说 在冯仁泉的孩子回来一个月之后 他去冯仁泉家看孩子 同时也想跟冯仁泉商量一下 关于5万元悬赏金的事情 可冯仁泉一家人的态度让他感到很惊讶 采访中刘永平给我们提供了一段视频资料 刘永平说 当时冯仁泉拒绝支付5万元的悬赏金 那么刘永平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呢 我们找到了冯仁泉家 正当我们打算改天再过来找冯仁泉了解情况的时候 我们突然看到了冯仁泉的身影 冯仁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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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孩子最终能够找回来,靠的是警方的力量,这跟刘永平没有任何关系。 可刘永平却认为,如果没有他提供的隆隆的这个线索,警方很可能破不了案,逢人权的孩子可能就找不回来。 采访中,刘永平又拿出了一张寻人启示,说是在2008年8月25日逢人权当场交给他的,并且再次取诺5万元筹金。 那么,刘永平手上这张寻人启示是否真的是逢人权交给他的?由于逢人权回避了我们的采访,我们找到了当时也在现场的谢先生。 谢先生的孙子当时也被人贩子拐走了,所以那天谢先生同逢人权一起见了龙龙。 谢先生说,他只是听逢人权说,逢人权带过去的那张寻人启示找不着了,他并没有看到逢人权把寻人启示交给刘永平。 那么,当时逢人权是否亲口许诺5万元筹金了呢? 那当时逢人权有没有提到悬赏5万块钱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 谢先生说,当时现场人比较多,声音也很嘈杂,他没有听到刘永平所说的情况。 由于刘永平跟逢人权之间关于5万元筹金的问题达不成一致,于是2009年3月,刘永平将逢人权告上了法院,要求逢人权支付筹金5万元。 那么刘永平与逢人权之间的这场纠纷,周围的群众又是怎么看的呢? 2009年9月2日,成都市青阳区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刘永平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刘永平作为普通群众,关注被拐儿童案,其付出的努力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逢人权在寻人启示中所要求的,如有知情者告知家人并仲谢人民币5万元这一特定行为,应理解为知晓逢人权他孩子的具体情形并告知逢人权。 但刘永平并没有完成这一特定行为,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刘永平的诉讼请求。 不过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逢人权对刘永平的热心行为表示感谢,并愿意给刘永平一定的补偿,法院认为双方可协商解决。 一审判决后,刘永平不服,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龙一菲教授。 龙老师,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学生启示里面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字句,若有知情者,必有仲谢。 其实这个仲谢就带有一些悬赏性质了。 那么这些在街头贴着的,在街边散发的,带有悬赏性质的这种学生启示,在法律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这种以完成课定的行为,作为获得一种报酬的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一种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从民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合同关系。 这种合同关系,它有四个特点。 一,这种悬赏广告,必须广而告知,以特定方式张贴出来,让人知晓。 第二,这种悬赏广告,它的标的是完成特定工作,比如说寻人,你为我提供了确切的,要寻找失踪人或者下落无名人的真实准确的消息。 另外的这种悬赏广告,它是有偿的,不是一种一般的,所谓的一种无偿的公益行为。 第四,就是悬赏广告,你要说在当事人之间的会产生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如果我完成特定行为人,向你完成了特定的工作,那你应当向我支付报酬。 现在刘永平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是警方找到了夫人权的孩子,对吧?那你警方怎么找到的? 你警方找到的,不是也是通过隆隆的线索吗?隆隆的线索是怎么来的呢?隆隆的线索是我来的。 所以,他倒到头上之后就说,根子上这信息是我提供的,我是知情者,你应该给我五万块钱,这个逻辑对不对呢? 我认为,包括隆隆在内的,被拐儿童被解救回来,刘永平是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背景情况,因此说,犯罪团伙的被打掉,孩子们被寻找回来。 刘永平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这些提供线索的作用,但是毕竟,就夫人权来说,我希望得到的是,我的儿子在哪里? 对,那么你告诉了,我是在哪里?我给你万块钱。 就是法律强调的因果关系是直接的,咱不能说由A推导到B,由B推导到C,由C推导到D,所以D和A就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不能用这样的推导方式。 我们看到了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他没有支持刘永平的诉讼请求,但是法院也说到了,说刘永平的这种行为是值得提倡的行为。 所以也建议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个纠纷,如果让您建议,您认为妥善解决是什么?怎么解决?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赞扬,鼓励刘永平的这样一种公益行为。 是的,在目前这个案件的被管门儿童案件被破获里边,刘永平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的活动本身不是一个合同行为,是一种社会的公益行为。 那么具体到逢人权来说,被拐卖的孩子回到了父母身边,他应当有一种感恩的心,对于刘永平的这种活动,表达他的这种谢意。 那如果要是让您给刘永平一些建议,您会给什么建议? 刘永平,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对。 你所做的这些活动本身,是一项社会的公益行为。 这种公益行为,不是以索取商业回报为某,按照这种宣传广告内容,做了这个广告里边的事情,履行了这个相关的义务。 你当然获得约定的报酬,不可厚非的。 但在这个个案里边,我们认为,你要以这种学长广告的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来主张权利,似乎还欠缺一些履行合同的必要条件。 但这个一切不妨碍,我们依然对你充满敬意。 因此,你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公益人士的身份,做了公益的事情,你应该为你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目前这件事情还在进一步的处理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双方的当事人能够做在一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心平气和的来化解这场冲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感谢龙老参与现场讨论,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说吧,再见。 十二点三十八